在共度凉宵之后 正便封你作贵 康熙这位昙花一现的宠妃 为何六年后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龙珠传奇中 杨子饰演了李一欢 身份尊贵 古灵精怪 与男主康熙 更是情投意合 备受宠爱 剧末却是一个相忘于江湖的结局 李一欢的原型就是安平 相对于剧中相忘于江湖的结局 历史上安平的结局充满了玄幻 他得宠六年之后 无缘无故从记载中消失 此后藏于河地 更是不见踪迹 难道苹空消失了不成 咱们看看这位昙花一现的安平 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 安平 姓李 名字不详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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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这七个女人中 康熙唯独选了李氏为七瓶之首 奇怪的是 当时并没有任何关于李氏子嗣的记载 这就很耐人寻味了 当时有三个嫔妃身有子嗣 反而是没有子嗣的李氏 成为了重瓶之首 不过根据那几个嫔妃的身份地位 大概也能不难理解了 七个嫔妃中 就属李氏娘家地位最高 毕竟是名门将领 功臣之后 康熙怎么着 也不能随便带她吧 这六年时间里 李氏做了什么我们不知道 但可以抓住一些事情联想一下 例如康熙给李氏的定位安平 安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想到的是平安 对于国家而言 内外不乱是平安 李氏是欠投名的将领之后 康熙会不会想着安抚他家获得平安呢 又或者是李氏非常安静 毫无存在感 甚至对康熙都比较冷淡呢 那这个安字也是对于他的一种总结了 李氏用六年时间 从树妃到七瓶之首 看起来是很风光 然而这六年都没子嗣 是康熙不爱他呢 还是李氏不想康熙爱他呢 也许康熙怕壮大李氏娘家 毕竟曾经的七暗投名 不代表以后不会重来一次 而且李氏不是皇族中人 康熙对他不放心 也是在所难免的 又也许李氏进宫 是迫于家族压力所致 并只想在后宫安安静静的过日子 就像龙珠传星里的李一欢一样 不想争宠 也不想自己后代变成争宠下的牺牲品 总之在这六年时间里 没有任何记载 进宫六年后 一步就到了仲平之首 里面实在是存在很多的猜测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认的 康熙没有忘记了他 他也没有得罪康熙 然而分屏后他的事 就没有明确记载了 又成了谜 李氏就正如他的封号一样 没再进一步成为贵妃 以后就这样安安静静的 了无踪迹了 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康熙的安平为何会神秘消失呢 李氏分屏后就没有了记载 我们只能去猜了 结合时接麦洛可以发现 虽然李氏是名门将领之后 但其实那个门也不牢固了 李氏进宫学秀的时候 他的祖父李永芳和他父亲刚阿泰 已经不在了 他父亲还因为清想案被罢了官 想想戎马一生却被污蔑 不禁让人寒心罢 再看看他的亲戚中 八个叔伯也差不多都不在了 他们的儿子们估计也没承担要职 甚至他大伯还是因为推翻清朝被杀的 可想而知 家族里面也存在分裂 都想着名者保身吧 李氏这个名门之后 其实是名存实亡 加上没有子嗣 在后宫也是举步艰难啊 再看看后人的推测 康熙36年有文件记载过嫔妃的事 推测他那时还在后宫 如果李氏在的话 大概50岁吧 不过28年来不进击 不降击 听起来感觉不可思议 康熙46年就彻底找不到他踪迹了 然而奇怪的是 锦铃飞远寝一直没找到他的宝顶 甚至奉安和祭司的事都没有记载 但陈列圣位下后妃清单里面却有他的记录 说明他没得罪康熙 没被降位或处死 却没在宫里死去 按理说要是李氏50岁还在后宫的话 他死后也是寿终正寝了 不会找不到他的缘情的 所以我估摸着李氏50岁时就没在后宫了 也就是说李氏是在21岁至50岁之间消失的 接着再看看子嗣方面 李氏没有子嗣 那其他后宫女人的子嗣呢 却很多都在两岁左右就死亡了 最后能活到成年的都是皇后贵妃的儿子 这里面的明朝暗勇可想而知了 后来的九子夺嫡事件也是耳熟能详的 可以想象得到为何李氏在后宫宁愿变成隐形人 他会像龙珠传奇里的李怡欢一样被送出宫去 毕竟康熙有开过先例 要是后宫真的如此阴险 早点出宫可能是唯一的活路吧 李氏虽说历史没多少记载 归为名门将领之后 仲平之首也曾经风光过 虽说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仿佛没有存在过 没有在当时的后宫老去 也算是一种幸福吧